哈囉 大家好 廠商ニューです 台版即將上這個偶像一期的活動 我們趕快來了解一下 活動內容有哪些 首先角色部分 角色有五隻角色 那很多人都會關心到 這五隻角色究竟需不需要搭檢 我可以直接跟你講 如果你是強度檔的話 而且是無課金的玩家的話 你千萬不要碰這個搭檢 除了很毒之外 再來就是這些角色其實未來 沒有你發揮的空間 為什麼 因為偶像角色 就是要很多偶像搭在一起 互相buff 他才會有所發揮 你只有零星級之偶像 說實在沒有什麼好發揮的 未來一定有二期角色 二期的角色其實能力上 還比一期來的突出 而且免費拿的德密魯羅恩 基本上就是一個破格的角色 所以你不需要花錢 你花錢只是為了收藏率而已 因為這些角色是含在 收藏率裡面 但是他不給你科研的點數 所以基本上就是 蠻賠錢的啦 除非你是收藏玩家 強度檔千萬不要減 因為你減了 對你的整體戰力 沒有什麼多大的發揮 無課玩家 千萬你不要碰 你要碰就是 明星丟個10抽20抽 沒有就算了 不要砸資源在這上面 千萬千萬不要 那你是收藏檔的話 那你就減好減滿吧 OK 接著我們來說一下 這個活動難度的部分 這個活動的地圖難度其實不高 從最低的20等到最高的100等 你都可以輕鬆去做突破 打撈的部分也沒什麼特別好撈的啦 SP5最終掉落也只是一個讓巴爾跑 所以基本上沒什麼好撈的 那這個活動你唯一可以撈的部分 就是這個活動外裝 它有這個整個音樂偶像系列的這個活動外裝 可以讓你去撈 那這個要不要撈好撈滿 就是看個人的這個意願啦 因為這個外裝縮實在 它沒有辦法讓你增加你的戰力 那只是讓你的這個整個炮彈 更別出心裁 更標新利益而已 讓你看起來比較炫炮 所以有沒有必要撈 就見仁見智啦 所以整體活動可以兌換的項目 就大概這些啦 如果你要換好換滿的話 因為有家具嘛 你換好換滿大概要花到五萬 就要六萬點 那如果你折衷一下 有些東西不要換的話 其實我覺得十萬多 就可以輕鬆畢業了 SP5每一場可以打150分 150點 所以要撈也不是非常的困難 加上每天的這個加分啊 每天的每日任務啊 所以基本上你要打到四萬分 加上這個自動作戰的這個輔助 四萬分應該算是綽綽有餘啦 再來這個活動呢 還有其他的這個玩法 就是收集這個記憶拼圖 跟之前那個DOA的形態是一樣啦 你在三星通關的時候 還有任務上面 其實他都會給你一些貼圖 來作為收藏 最終你還是要收集滿嘛 收集滿可以拿到新的這個東西 裝備之類的 那全部任務都結束之後 你要回去你的這個三星地圖裡面 再從地圖上面剪這些碎片 所以一到五的這個地圖 你都要回去再拿一次碎片 才能貼好貼滿 完成整個這個任務的這個需求 所以不要忘記喔 如果你卡關的話 請切記回去地圖上面找找看 你是不是有遺漏你這個拼圖的這個碎片 好啦 最後結論這個活動呢 就是面向萌星陸坑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你是已經有一定練度的玩家 這難度不會太高 好所以平常就是刷刷點數 牢牢外裝 這活動就這樣過去了 再來你是強度檔的話 千萬千萬你不要花資源在這個大劍 好 十抽十抽摸摸看就算了 沒有就算了 好 把資源留給下一次 下一次可能是皇家大火 那這皇家大火有出一個陰間座 這是你非入手不可的一隻船 好全遊戲最強的奶媽 好沒有之一到現在都還是 好那如果你是收藏檔的話 那二騎也非常有這個偶像系列 好一騎二騎偶像 收好收滿就對了 再來二騎也有這個免費的 謬羅恩這個強度也是很破格的 還有二騎這個偶像的活動內容 也會出兩把這個 讓你角色變成謬陣營角色的這個道具 裝備好 所以這樣也大幅增加你其他的普通劍娘 也可以變成謬陣營一員 增加你這個組隊的這個搭配性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要玩這個謬陣營隊的話 好 你一定要等到二騎 角色多了 裝備有了 才可以玩得起來這些謬陣營的角色 好啦 基本上這個活動內容就是如此而已 好如果有問題 或是想要了解這些角色的這些細項 我有做一騎的這個角色分析 還蠻長一篇的啦 那二騎的角色我也有做一篇 這個分析的介紹 那如果你可以有興趣的話 想要了解這個跟細節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去參考比較看看 好 看你需不需要這些船 來搭配你現有的這個陣營 好啦 那以上是今天這個活動內容的介紹 那我是草莓牛 有問題的話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